腾虎的一系列操作越来越卧底了 随着革命军在玛丽乔亚的战斗细节公布后 发现腾虎的友军属性一点都不次于黄元 腾虎最离谱的技能就当属是动不动就拽陨石 这一次腾虎居然要在玛丽乔亚拽陨石 最卧底的是 腾虎酸瞎但心如明镜 萨伯乌鸦俩自然系 林德伯格会飞 莫里会挖洞 对方上穿下跳 一个陨石下来一个也砸不中 到时能顺利团灭天龙人 直接帮龙队建功立业 这一两年后登场的大将 腾虎上任以来干了三件事 装糊涂误杀海军 诚心弃死赤犬 有意无意削弱世界政府 首先腾虎打海军这事 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 但是腾虎拽陨石这招 虽然是无差别攻击 但是一直以来却总是会误杀海军 腾虎第一次拽陨石 是在德雷斯罗萨的格林比特 当时二话不说 一个陨石就下来了 明哥和罗两人都呆了 不是吧阿瑟 这么大一块到底是砸谁啊 最搞的是陨石下来 原本剑拔弩张的三个人 一起在那削陨石 最后一看腾虎狠起来 连自己都砸 但是一想还是腾虎会玩 腾虎最恨的就是这帮七五海 因为自己身份原因 不能直接对七五海动手 腾虎想说 大家可都看见了 是陨石先动的时候 我可没动手 毕竟我自己也在陨石的攻击范围内 然后第二次拽陨石 是冲着罗和草猫团去的 这个就很卧底了 腾虎之前都已经知道 罗有调换东西的能力了 结果这俩陨石 把自家军舰给砸了俩洞 这操作堪比顶上战争的时候 黄元翻回来 把自己家城墙给炸他的操作 这个时候腾虎在船上 一边惬意的吃面 一边装糊涂 哎呦大意了 原来罗桑在下面呀 腾虎揪明哥寄生线的时候 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个时候开始装瞎了 真是有军无疑 第三次拽陨石在得倒 操作也是极其迷惑 也是在和萨伯过了两招后 了解对方能力后 拽了颗陨石 最搞笑的是 陨石在燃烧 而萨伯是刚吃下烧烧果时 萨伯表示 大叔谢谢你助我一臂之力 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燃啊 现在我燃起来了 所以说 如果腾虎真的在马力乔亚拽陨石 腾虎直接就是加冕卧底王 得倒那颗陨石 被鸟笼切碎掉下来 萨伯一点事没有 倒是把一帮海军砸得够呛 手下吐槽腾虎 就不管了 根本不知道这玩意会砸到谁 但是现场的海贼们各有妙计 还有巴托战呢 能躲过的几率大 大部分海军是真没法躲 所以腾虎这一下子 还是想团灭海军 其实有一次机会 腾虎可以好好利用他的陨石 那就是陆飞离开得岛的时候 但这么好的机会 腾虎又不用陨石了 改用蓄力了 蓄到最后也没砸下去 变成了给草帽一伙践行了 跟黄元抬腿半戟等雷厉 又是如出一辙 除了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 腾虎说一句话 赤犬脑一血的进度就加一 腾虎的一些操作的出发点是正义 恰好呢 也在有意无意的削弱世界政府 就比如废除七五海制度 是腾虎一手推动的 赤犬其实一开始是明确表示反对 当时腾虎就忽悠赤犬 你就大胆的废除吧 放心赤天使会出手 世界一定会发生巨变的 结果赤天使的作用没怎么发挥 七五海抱团了 而且还要去争夺one piece 这是世界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赤犬疯了 腾虎这就是你说的巨变 腾虎表示 哎我可没说往哪个方向发生巨变 赤犬说你真溜 所以腾虎作为大将中的一员 存在感还是挺高的 无不在贯彻最能被接受的正义 与其说腾虎的操作越来越卧底了 倒不如说这才是未来海军该有的气质 六个皇团各自的王牌干部 每个皇团船长都有自己的几个 最能打的塔尖干部 一般起步都是一皇三将的牌面 大妈的牌面 那就是将星了 说起将星真的是一言难尽 整个将星组的脸面 全靠卡二一个人在支撑 前后四个将星 按赏金从低到高 斯纳格开局被超新星给虐掉线了 被踢出群聊 克力架开局五分钟 在自家门口 被打回自家门口 斯木吉全场梦游 万国偏滑水 这一次跟大妈来喝之国了 本以为要展示才艺了 没想到目前来看 这不就是换个地方滑水吗 只有卡二在撑着将星的面子 现在在乖乖手家 当然他也是大妈手下最靠谱的牌面 白胡子海贼团 16个队长们都很能打 其中不死鸟马尔科 火拳艾斯 钻尸乔兹 花剑比斯塔 这四个的实力都展示的比较清晰 实力在队长里也属于第一梯队 在合之国 马尔科不负众望 和近奎英俩黄团精英交手 以一敌二不仅有来有回 还一度占据了明显优势 虽然无法支撑太久 但不得不说 小马哥这波真的太帅了 二番队队长艾斯 对于年纪轻轻的艾斯来说 当时艾斯的实力 已经非常不错了 如果他能活着 前途必定不可估量 三队队长乔兹 是撞谁谁难受 不流点血就是不给面子了 老沙和青智 这俩人都被怼猛逼过 五队队长花剑和鹰眼 能打得有来有回 其实白团这个精英组挺强 有回血消耗的 有打范围伤害的 有主防御和突进的 有剑技精湛的 还挺全面 但现在只是一个残团 白团的命运是令人惋惜 凯多的王牌干部 手下的三灾 严灾进 一灾奎因 探灾杰克 不管目前三灾 所展示的实力 有没有达到预期 但他三个在胆识方面 一个个都是一高人胆大 进一脚踢翻大妈的船 导致大妈落水失忆 奎因在大妈面前护食 又意外唤醒了大妈的记忆 这哥俩配合的是真不错 杰克更是废话不用多说了 一句话 把船靠过去就行了 但这哥仨 都有动物系果实一大特点 扛咒 都觉醒了 那就更扛咒 红发这边 他手上有几个很能打的 真不好说 毕竟实力最均衡的海贼团 也是过于神秘 不过 不知从何而起 光头难背上那只猴的人气 居然比贝克曼 耶稣布 甚至红发都高 这是什么鬼情况 好家伙 不知不觉 这猴都快成战利天花板了 黑胡子这边 并不是完全按实力划分的位置 前三号船船长 分别是格斗冠军巴吉斯 雨之西流 和音乐范奥卡 巴吉斯被萨伯给虐过 但看得出来 不仅镖而且特别肉 雨之西流 坊间传闻 实力和麦哲伦不分伯仲 范奥卡 他在加亚岛展示过一次枪法 挂着背镜 在常人势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 连着打下来三只海鸥 让乌索普安安佩服 后来还敢和耶稣布对枪 这哥们的势力 装备 枪械和意识都是顶级 那黑团其他人 还没有明确展示过实力 但黑胡子他们 能击败马尔科率领的白残团 可见从赏金来看 拿出来都能打 两年前三大主力 两年后 其实大家各自 都有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 而且没有像有些皇团 明确划分干部等级 划分王牌干部的意思 慎平加入后 整体实力继续增强 但从战位上可以看出 谁是第一梯队 一皇陆飞 三将 索隆 山智 慎平 海陆空 三地立体环绕沉浸式 作战的阵容配置 并且伙伴们随意组合 也能怼的大妈怀疑人生 所以草帽团这个阵容配置 还是很灵活的 1010霸王色 海贼王1010话 提名为霸王色 关于霸王色 此话表现了三点 第一 凯多狼牙棒上 缠绕的是霸王色 第二 陆飞从凯多身上悟到了 原来霸王色 是可以缠绕在身体和武器上的 第三 索隆有霸王色 上一话 大妈被基德和罗 联手打落鬼岛 话说大妈的船 先后被两次踢落瀑布 大妈也达成了 先后两次坠落下海的成就 幸运的是 这一次被凯多解救的 普罗米修斯及时赶到 来营救正在下落的大妈 之后基德和基拉 会继续拖住大妈这一边 陆飞这边情况也不太好 刚刚挨了凯多人兽形态下 一棍引耐落 被敲晕了 此时 受伤的索隆也快到极限了 因为之前 以一己之力 挡了一秒凯多大妈的合体计 这至关重要的一秒钟 不光是救了陆飞他们的命 也成了绝望中的希望 所以 负伤且疲惫的索隆 马上要去歇一歇了 在这之前 他跟罗说 我现在开始用的招式 是我的极限 如果不好使 后面就交给你了 随后索隆对凯多用出 鬼气九刀流 阿修罗 什么什么王者 什么什么 全名不知道 但目测这是目前 鬼气九刀流系列里 名字最长的一个 然后凯多震惊 难以置信的说 我底欧 难道你也有霸王色 索隆意味深长的表示 这没什么奇怪的 这会给你留下伤口的 关于索隆霸王色这个 早就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了 索隆究竟是不是那种 一瞪眼就干倒一片人的 霸王色资质 还要等确切消息 但是通过凯多的话 可以得知 索隆的这个操作 至少是很像霸王色 所以不管是鬼气也好 杀气也罢 目前都可以看作 是一种特殊的霸王色 随后路飞爬起来了 路飞说 挨了你这棍子之后 我终于悟了 是不是霸王色也能缠绕 凯多说 这是屈指可数的强者才能做到 诶 是不是似曾相识 边打边学习 这回轮到凯老师要发话了 学不会霸王色缠绕 不准走 还记得从明哥那里 见识到了超人系能力能觉醒 从卡尔那里 历练高阶见闻色 从报大叔那里 现场学习流英 这回又来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呀 然后路飞给了凯多一套连招 将凯多击倒 转而说道 你们下去吧 接下来就交给我 无论如何我都会赢 把这个消息传给所有人 路飞准备1V1单刷凯多 1010话到此结束 只要是让路飞学到新东西了 似乎隐约闻到了转折点 而不 对凯多来说是骨折点 爱学习的学霸路飞 喜欢到处蹭课的路飞 边打边学习 边学习边进击的习惯 两年前就有了 当年克洛克老师 手把手教他基础知识 打架找到敌方弱点 会事半功倍 最后路飞悟到了 原来老沙被水碰到 就会凝固实体 就可以打到他了 于是路飞最后 用沾满血的拳头 教了作业 老沙光荣下课 后来爱尼路老师 又用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告诉路飞 你是一个绝对bug 而且绝对绝缘的橡胶 雷电对你等同于按摩 所以放心大胆的去闯荡吧 之后路飞越战越勇 在下课前的最后时刻 交了作业 还顺带敲响了下课灵 爱尼路老师光荣下课 后来在机关岛 拉切特用他的最终兵器 超级相规 狠狠的压了路飞一下 因为压力 路飞无意中被压出了 二档雏形 这是无意识的 之后看到了海上列车 冒出的蒸汽 这个蒸汽机的原理 路飞或许 想起了拉切特老师的点拨 茅塞顿开 在实战中 布鲁诺老师 又让路飞误到了T的诀窍 知识就是后机勃发 司法岛开课没多久 路飞就让布鲁诺先回去歇着了 两年期间 路飞受到了师傅雷利的教导 掌握了关于使用霸气的技巧 但俗话说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很多东西 还是要靠自己去悟的 所以路飞两年后 接着去更多专业课老师的课上蹭课 小明老师在路飞面前 展示了超人系能力觉醒的操作 让路飞大开眼界 虽然现在路飞 还没有像小明老师说的那种 果实觉醒的迹象 但这无疑给天赋异禀的路飞 指了条名路 之后路飞一定会回想起 小明老师给他上的这堂 非常超前的课 之后又遇到了 高级建文课的卡尔老师 小子 学不会高阶建文色 不准走哈 这是卡尔内心的良苦用心 路飞反手打碎了教室的窗户 今天学不会老子不走了 这堂课 路飞对建文色的领悟 确实突飞猛进 但相比卡尔老师还是差一点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 卡尔最后对路飞同学的毅力和天赋 也是由衷的赞赏 心满意足的下课了 高级建文课学完了 高级武装课安排上 即便被关在监狱 也一刻不停止学习 跟着豹武郎老师学刘英 条件艰苦 那就地取材来练习 时间紧迫 那就从不停歇 高级建文和武装都入门了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了 凯多老师已上线 来教高级霸王色的使用方法了 被凯多敲了几棒子后 路飞终于顿悟了 霸王色也可以缠绕 而且伤害巨高 不传男不传女 只传有缘人 所以路飞让疲惫的索龙和罗 先去歇一歇了 因为自己要开始专心听课了 想必黑胡子和红发已经急了 你们都教完了 我俩教什么 确实 留给他们能教的知识 已经不多了 六七八九黄都是怎么冒出来的 这个梗一开始是调侃动画组水剧情的 路飞大闹万国后 赏金升到十五亿 成为武皇 当时是无比激动啊 但到了和之国 就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武皇是不是当了个寂寞 还没见凯多的面 一只蝙蝠人就来私闯民宅 是凯多手下的给付者 后来人送称号六皇 本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 路飞索龙有一个认真的 也能把他给秒了 没想到两个人光在这玩草帽借鉴了 六皇只是放箭 就把路飞索龙拖在这里小半截 因为在这里比划的时间太长 小玉还被跑来的邓灵人给抢走了 完蛋 敌人没干掉 队友还丢了 这边追邓灵人不是 打六皇也不是 最后决定还是要追回小玉 但六皇不依不饶 挡住了路飞他们的去路 然后最辣眼睛的操作来了 路飞一气之下 附上霸气 狠狠的垂向六皇 当然六皇也会武装色 而且还把路飞的一拳给硬揭下来了 反手将路飞给怼下去了 气血的笑容 嘲讽的表情 意味深长的话语 所以蝙蝠也被戏称为六皇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六皇有多厉害呢 后来再次相遇 还是同样的操作 这一回路飞把六皇一拳给秒了 前面六皇压制路飞那一段 也纯属加戏 因而六皇言下之意 也就有了调侃动画主水剧情 和强行加戏的意思 之后给人封皇这个操作 就渐渐演变成了 只要在五皇或者四皇面前 有让人目瞪口呆的表现 或者能短暂拖住他们的人 就一个一个的往后排 后面上了鬼岛 路飞和索隆 被阿普特殊的音波攻击方式 震得头晕耳鸣 脑袋瓜子嗡嗡的 还把索隆给伤到了 再结合阿普 当年怎么说也是 唯一一个把大将黄元干躺下的超新星 因此也被封为了七皇 没过多久 弗兰奇挂上了八皇的头衔 因为区区四皇的 不只是老慎平 还有弗兰奇 不只是赶正面硬刚大妈 弗兰奇直接骑摩托 怒怼大妈的脸 堂堂四皇 居然被人家骑车 从脸上撵过去了 但大妈多扛揍 爬起来啥事没有 弗兰奇也不跑 为什么对面是四皇就要逃呢 好家伙 这是一点不给四皇面子 因而八皇弗兰奇实至名归 九皇锦卫门 锦卫门这操作 又是劈开凯多的龙溪 又是伤到凯多的嘴巴 和赤鞘门 一起攻击凯多的旧伤 完全不把凯皇放在眼里 圣平布鲁克也打过大妈 在和之国 圣平给了大妈一个 窝槽一本过肩摔 听着名字 就知道是满腔的愤怒 布鲁克又一次 把宙斯劈成两半 给圣平补了个十皇 十一皇布鲁克 十二皇罗宾的都出来了 大妈真的好惨 这么排下去 恐怕重新排到六十皇 都不成问题